如果穿越到观观居咎的年代 你如何才能娶到媳妇呢 假设我给你一台时光机 回到2800年前的西州时期 你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未婚小伙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 你在河边踏青 看到枝头比翼鸟在欢唱 碧水中野鸭追逐 你不有底诗心大发 观观居咎在河之洲 众春之月万物合偶 你走了两步 远远地你就看到一位貌美的女子 在河边洗衣服 再仔细确认 确实貌美 你没有看错 当时诗经都还没有成册呢 根本没有多少书可读 所以你的眼睛也没有进视 非常闪亮 洗衣女子确实貌美 你再次诗心大发 又唱了起来 观观居咎在河之洲 窈条淑女君子好求 唱完就完了 当然没有 你有想法 你想娶她 你发誓要在夏天到来之前 要与她同床共枕 那么如何才能达成这样的愿望呢 按照我说的做 你就能梦想成真 首先要去搞清楚 这姑娘是哪家的 如果你的脸皮比较厚 就直接去问问 你如果脸皮薄 就去问问她的同伴 搞清楚之后 然后再回家 告诉你的爸妈 说我要娶河之洲上的姑娘 你爸妈想了一下 觉得你小子也该娶媳妇了 随后父母开始张罗 古老的婚礼流程正式开始了 第一步那才 你爸妈会请来媒人 到女子家说媒 媒人说媒 能空的手去吗 肯定不能 得带礼品 一般情况下 会逮一只红燕 作为提金的礼物 以礼式婚礼中记载 婚礼下达那彩 用燕 红燕是飞禽 又是候鸟 不容易逮到 那么古人为何要用红燕 作为提金的礼物呢 或者说燕这个字 真的只在天上飞的红燕吗 我们知道 农村四霸 大鹅 公鸡 山羊和黄狗 其中位居四霸之首的大鹅 就是我们的祖先 在五六千年前 从红燕驯化而来 那么婚礼下达那彩 用燕 这个燕 会不会就是大鹅呢 古往近来的学者们 对这个燕 到底是大鹅 还是天上飞的红燕 还真的有过激烈的争论 至于古人是怎么争论的 我就不提了 我们看看最近的研究 山东大学的胡新生老师 对这个燕 做了详细的探究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我直接用他的结论 这个燕就是指红燕 上古时期 男子如果向女子求婚 就得带上自己捕获的猎物 作为礼品 至于带什么猎物 就比较随意了 然而 红燕比野鸡更珍贵 又比猪鹿牛羊等大型猎物 更加方便携带 逐渐就形成了这个习惯 我们言归正传 你听说媒婆要去说媒 急需一只红燕 你急忙叫上小伙伴去森林中捉红燕 当时阳春三月 红燕归来 你很快就带到了一只 媒婆带着红燕 前往河州上说媒 哎 你运气很好 河州姑娘愿意嫁给你 她的父母也同意了 古时 婚礼之首 纳采 到这就算圆满结束了 然而 你是否能娶到河州姑娘 依然是个未知数 接下来开始第二步 问名 媒人询问河州姑娘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还了解了河州姑娘的祖上三代 是否和你家有亲戚关系 得到了这些信息之后 媒人就回来传话 导致第二步问名也结束了 然后第三步 纳吉 这一步是关乎你能否娶到河州姑娘最关键的一步 这一步要看天意 你爸妈会请来占卜师 用河州姑娘和你的生辰八字来占卜兄弟 看看你俩的婚事是否合适 哎 运气很好 你们八字相合 你爸妈赶紧请人写聘书 并附带一些礼品一起送到河州上 以此确定你俩的婚约 到这 你们算是订婚了 这就说明你娶河州姑娘在原则上没啥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考验你父母的时候了 第四步 纳征 这一步是传统婚礼中备受重视的礼节 男女双方的父母协商婚礼的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聘礼 也就是现如今大家口中的彩礼 另外还有其他的各种条件 也都要一起商议妥当 之后你爸妈会把聘礼的种类和数量写成礼书 接下来 你爸妈就要按照这个礼书上的列表 来给你准备娶媳妇的聘礼 由于你家底还行 很快就准备好了 你爸妈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把聘礼和礼书一起送到河州上 至此 你们的婚约算是完全确立了 河州姑娘就是你喂过门的媳妇 第五步请妻 就是择日成婚 接河州姑娘过门 你爸妈再次请来占卜师 为娶亲找个好日子 哎 你运气很好 下个月就有良辰即时 你爸妈立刻让人前往河州上告知大婚的具体日期 河州姑娘的父母就开始为女儿的出嫁做准备了 第六步也就是最后一步 亲赢 大婚即日 你着装礼服随着迎亲队伍前去迎娶何州姑娘 随着一系列祭祀祭拜的结束 你娶到了何州姑娘 到这 你的婚礼就结束了 传统的婚礼过程并不只是大婚当天的礼仪 这是要从谈婚论嫁开始 然后订婚 再到结婚 这个过程有三书六礼 三书六礼的传统婚礼习俗 历史非常悠久 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西州时期 华夏文明从无到有 而婚礼也是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上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 男女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 子女跟随着母亲生活 这是一种无妇无夫的状态 华夏古老的姓氏 江 姚 龟 吉 安 燕 楼 老 云等等 大多都是女子旁 世系的计算和女性有很大关系 如果你真的穿越到观观居酒的年代 恰巧周里还未推行 你看上的这个河州姑娘 你想与她同床共枕 可能确实不必这么麻烦 只要你俩琴头一合 基本上就可以纵情云语了 这种关系自然也不牢靠 你的河州姑娘可能生下孩子之后 也会和别人琴头一合 你大可不必难过 来年重春 你可以接着在河地上 唱着观观居酒在河之中 或者如果你真的太喜欢河州姑娘了 无法自拔 那就再去捉两只红眼去看看她 她留你住个十天半月也很正常 多年之后你会发现 河州姑娘已经有七个孩子了 至于这几个孩子哪个是你的 就没那么确定了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七个孩子都是河州的 不过在那个时候 你也不会建议这个事情 因为和你一起打猎的几个小伙伴 大家都是这种情况 甚至你的几个小伙伴 也都与河州姑娘好过 况且在当时和你一起生活过的女子 也并非只有一个河州姑娘 你还有河州二号 河州三号四号 如果你愿意 还会有河州五号六号 在座的各位可能要拍桌子了 这不是乱套了吗 其实啊 在周朝开国之初 民众不婚的问题非常严重 周朝的统治者也很头疼这个问题 毕竟华夏文明从上古时代一路走来 古老的原始风俗根深蒂固 孟子的学生告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 他说实色性也 意思就是吃饭重色是人的天性 民有好色之性 故有大婚之礼 西州的开国功臣周公丹 在洛阳制定了震撼环宇的州礼 来规范周朝民众 周朝官方设置了专门管理婚姻的官职 叫做梅氏 周朝依靠梅氏机构的力量 对那些不婚男女进行强制婚配 自此以后 在每年春暖花开的二三月间 周朝政府就会思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意思就是组织士林男女相亲结婚 互相中意的男子女子会被梅氏登记入册 这样成婚是合法的 凡是士林男女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就必须前来相亲 否则就会受到官府的处罚 但是如果有的男子女子不按照官方的要求来 他们在春天私奔合偶 这样的话周朝官方也是允许的 不予处罚 周理地官小司徒中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 就是男子三十娶妻 女子二十出嫁 相比较中国有史以来的早婚传统 是不是觉得这个结婚年龄有点太大了 在公元前500年的鲁国 鲁爱公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 他问孔子 说男子16岁精通 女子14岁成熟 这就可以生儿育女了 但是周理中却说 男子三十成家 女子二十有丈夫 岂不晚哉 孔子的解释是 男子三十岁前必须娶妻 女子二十岁前必须嫁人 三十二十是男女结婚的最大年龄极限 而不是过了三十岁二十岁之后再结婚 当然了 有很多人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周理中的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 指的就是男子到了三十岁才可以娶妻 女子满二十才能出嫁 理由是杨树鸡阴树偶 男子到了三十岁身强地壮 才能为人父 女子二十岁肌肤奉吟 方为人母 这种观点是从阴阳之术和忧生忧郁的角度来考虑的 除了晚婚和早婚这两种观点之外 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 就是君主帝王早婚 而三十二十之后结婚是针对老百姓的 总之这三种观点也是争论了两千多年 学者们一直纠结这个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到底是结婚年龄的上限还是下限的问题 但是却很少有人研究为何会出现三十二十这么大的年龄字眼 周理之所以会用这么大的数字来规范男女婚龄 其实是因为晚婚的现象并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 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存在过 就是华夏先祖从不婚无婚到周情时期的早婚者之间的过渡阶段 在婚礼礼仪出现之初 由于天性使然 民众自然也不愿意好好的结婚 但是颇于周理的之行 民众勉为其难得开始结婚 至于结婚的年龄嘛 自然不会太早 甚至周朝立国的几百年之后 晚婚甚至不结婚的风气依然大量存在 在公元前六百五十年前后的春秋时期 这时候周朝建立已经有四百年了 在当时齐国的庶民之中 不婚不嫁的现象依然常见 观众就曾经感叹 齐国只有妻者少一 当然了 这其中有因为贫穷取不起的 也有很多是顺应天性不愿意结婚的 齐国的一些女子 甚至到了三十岁这个年龄还是不嫁 她们一直都有异心伴侣 行年三十而有妻子 意思就是到了三十岁有七个孩子 看看 她们不结婚 甚至比那些结了婚的生的还多 所生的孩子都跟随母亲一起生活 同时期齐国的国君齐桓公 有孤子梅之不嫁的七人 王族之家的女子 有钱有地位 却不嫁人 而齐国贵族女子不出嫁 并不是个别现象 很常见 她们不嫁人并不是独守闺房 相反她们过着非常自由的两性生活 所以齐桓公 吴姊妹七人不出嫁 被人们视为是好色的行为 因此齐国迫不得已颁布法令 令国丈夫三十而逝 女子十五而嫁 强制国民结婚 到东汉时期 生活在如今广西越南等地的落月各族 依然过着走婚 也和的两性生活 男女关系极其自由 当时的九真郡 也就是在如今的越南中部 九真太守人言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她便在当地推行中原的婚礼 凡是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的男子 以及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的女子 都必须结婚 看到没 落月各族的婚礼从无到有 在初期规定的婚礼 适不适合上古智里的男子五十 女子三十 以及周理中男子三十 女子二十的婚礼 有些相似了 周理中男女三十二十婚嫁 以及太古之里中所谓五十三十婚嫁的现象 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 这是先民非常古老的遗风 1993年10月 在湖北京门郭殿一号楚墓之中 出土了大量的竹简 有804枚 其中有字的竹简七百三十枚 一共书写着一万三千多个楚歌文字 其中唐鱼之道竹简有二十九枚 上面就有这样的记载 说古者圣人 二十而管 三十而有家 五十而治天下 七十而治正 在华夏早期的圣王都是晚婚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顺帝和大禹 都是三十岁以后娶妻 在大代理本命中提到的太古之理 说太古男五十而有事 女三十而嫁 意思就是 在太古时代的男子 五十岁有家事 女子三十岁嫁人 是不是很蹊跷 三十岁娶妻 这还说得过去 男子五十有家事 别说生而育女了 古人能不能活到五十岁都是个问题 太古之理男子五十女子三十的婚礼 比周里中男三十女二十的婚礼更加晚的离谱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 在文明之初 越是久远 民众结婚就越晚 甚至晚到不合理的地步 显然 太古之理肯定不是从生而育女的角度考虑的 那么这样的大龄婚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 宋兆林先生在我国云南的纳西族发现了非常古老的婚姻家庭样本 极具科研和学术价值 当时在纳西族之中 母系走婚 群婚火婚 以及一夫一妻的单偶婚 同时并存 在四川茉莉县俄亚地区 有一部分的纳西人依然保留着走婚的习俗 他们最早从13岁开始 就可以与异性朋友同居 这种两性关系称之为安达生活 一直到壮年之后 才开始结婚 组建家庭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不婚的 终身都过着走婚的生活 这些人被称之为阿祝 俄亚的纳西人有这样的谚语 安达同房不搭伙 夫妻搭伙不同房 这句话的意思是 俄亚纳西人在走婚生活时期 异性伴侣之间是不会有经济上的联系的 只有两性生活 到一定年龄之后 结婚成家 这个时候夫妻双方共同劳动 一起消费 有着共同的经济生活 但是夫妻双方最初并不通房 他们依旧和走婚时期的伴侣通房 夫妻双方互不干涉 这样的状态持续的时间长达一二十年 一直到没有精力和能力去走婚的时候 夫妻之间才有真正的夫妻生活 同样的例子还有广东北部的摇人 在近代生活在大山中的乐长摇人 男子女子结婚 酒宴聘礼都有 但是新婚夫妻却不通房 女子甚至有终身不二的爱恋对象 丈夫也不敢干涉 我们知道婚姻对男女两性的规范和约束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夫妻之间的经济生活 二是夫妻之间的性生活 这也是家庭的基本功能和责任 周理中男女婚期定在重春之月 这与动物发情配偶的季节相同 实色是人的本性 越是文明早期 人类对自身色的性情约束就越少 越是接近自然 在婚礼形成之初 婚姻对性的约束力是很弱的 主要是经济上的约束 家的原始概念就是和房屋财产相关 婚礼的意义也是如此 古代称男女结婚叫做同劳 接新娘子的时候 要早早地准备好同劳之传 新郎新娘共劳而食 同吃一碗饭 这是此后共同生活的开始 从民族学上发现的一些珍贵的早期婚姻样本 也能看到 夫妻最初也只是一种经济上的伙伴 那是人们普遍喜欢晚婚 礼记中有这样的话 说男女无眉不交 无必不相见 聘礼必博在传统婚礼中 被视为是维系男女婚姻的重要纽带 也是古代婚姻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现代社会 婚姻的合法性 由法律来保护 彩礼的作用便被弱化了 这些年天假彩礼浮现 彩礼成为未婚男青年头上的一座大山 彩礼确实是传统礼仪 但是不能过度 婚姻的产生和发展 是和财产权力的分配继承 紧密相连的 周朝建国之后 随着文明的发展 财产和权力成为贵族势力的核心利益 国君早取重祭祀 意思就是说 古代的帝王贵族 只有尽早完婚 权力和财产的继承才有保障 早婚的习惯 最初在帝王贵族阶层是非常普遍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诸侯争霸战争四起 统治者为了得到更多的税收 为了能获得足够的士兵 各个诸侯国一次又一次的提早结婚年龄 月丸勾建曾经下令 女子时期不嫁 其父母有罪 丈夫二十不娶 其父母有罪 所以在古代 早期婚姻的进化过程 是一个由不婚晚婚 再到早婚的历史过程